春雨期间发生阶段性极端强江湾事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和江南西部 可能会发生这种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的天气 要特别关注电线接冰 道路接冰 基站的复冰 对于电力运输 燃煤运输 交通运出行 通讯设施等造成的不利的影响 春雨期间我们预计北方地区降雪是偏多 气温偏低 东部和西南地区大陆天气也比较多 需要及时采取农雪 防滑 疏导等措施 妥善应对 尽量减少高速公路 国道主干线的风物